一款小零食 孩子非常喜欢吃 想吃不会做的老铁 赶紧跟我一起学做吧 大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加40克白糖 50克食用油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加入300克普通面粉 再来两颗小苏打 用筷子搅成絮状 合成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醒面10分钟 醒好的面不用揉 直接擀成大大薄饼 再用刷子刷一层水 再撒上白芝麻 再用擀面棍 按直 再拉成长条 然后用刀再像视频这样 切四刀 拉断 全部这样做好 锅中油温五成热 下锅炸 一定要开小火慢炸 炸至外表金黄 炸至熟透 炸至飘 今天做了一款小零食 孩子非常喜欢吃 想吃不会做的老铁 赶紧跟我一起学做吧 大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加40克白糖 50克食用油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加入300克普通面粉 再来两颗小苏打 用筷子搅成絮状 合成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醒面10分钟 醒好的面不用揉 直接擀成大大薄饼 再用刷子刷一层水 再撒上白芝麻 再用擀门棍 按直 再拉成长条 然后用刀 再像视频这样 切四刀 拉断 全部这样做好 锅中油温五成热 下锅炸 一定要开小火慢炸 炸至外表金黄 炸至熟透 炸至漂浆 未经许可